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面试题 什么面试题 我们把它粘出来 好 复制 好 咱们再单独几个文件 这个叫做test testoperator Operator 保存 然后它叫做test 然后呢 大家来看一下 我把这个题呢 粘过来 周围 shortS1 然后呢 S呢 等于S加1 然后shortS1 S加等于E 这两种类型 要分着看 分着看 我先把它注释掉 不能在一起 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因为你不能声明两个同样的 short类型的S 不能叫 变两名不能一样 现在我们打印一下这个S 打印一下S 来 怎么又出错了 来 我问一下大家 怎么又出错了 这个其实很简单 S等于S加1 那么short 它在跟int进行运算的时候 它也会怎么样 对 也会提升为int 当它提升为int 那两个int的结果 应该也是 int 所以 当 short 与 int 进行 运算的时候 会提升为 会提升为int 类型 那么两个int 类型 相加的结果 也是 int 类型 好 那么现在再来看 这是short类型的 那么再来看一个short s等于1 s加等于1 那这个结果会不会报错呢 既然我这么写 是不是肯定有一个报错 一个不报错的 好 来编译 通过了 然后运行 等于2 没问题 那这个能不能猜出什么原因 它是不是也相当于s等于s加1 也相当于是s等于s加1 对不对 那如果是直接s等于s加1 是会报错了 所以它也加了一什么 对 也加了一个强制转弯符 short 我拿括号 括号 能理解吧 也加了这么一个short 来编译 运行 这个结果又等于2 看懂吧 跟咱们刚才那个b++有点一样 有点相像 所以底层它会帮你加一个强制转弯 它要得到一个结果 就加了一个强制转弯 好 这就是这个面试题 值点在这保存一下